回到新闻现场继续问您报道 苏花公路虽然已经在这个月的14号抢通 不过很多大陆游客还是不敢走这一段路 他们要求只要是到东部的行程 都一定要改搭火车 而在他们一路环岛的游览车怎么办呢 现在只好由司机开着空车 再行礼走苏花公路 然后再到这个花莲的火车站去接客人 这样一来不但旅行团的成本大幅增加 台铁的座位也变得功不应求 这辆大型游览车停在宜兰火车站前 往车子里一看一个客人都没有 驾驶一个人刚从花莲走苏花公路到宜兰 而他要接的客人来自福建的这一团路客 却是从花莲搭火车来宜兰再坐游览车 准备出发前往台北 大家都说要走这个路嘛 大家都说要走火车 对对对比较安全 我们是搭着火车来的 为什么不跟着司机坐游览车 我们害怕又出事 就因为上次不是那个出事了 大部分现在旅行社都是 帮路客买了车票 我们就空车来接 尽管苏花公路已经在这个月14号 全线双向通车 但几乎所有路客团都要求旅行社 到东台湾的行程要搭火车 就是担心再度发生摊房意外 但路客团走的都是环岛路线 游览车还是得空车在行李 经过苏花高才能继续后续的行程 因此旅行业者成本大增 以旅行社一天接四团路客团来估算 一天就多付出一万两千元的成本 而影响所及还不止如此 原本台铁东部干线列车就不多 现在还要书运路客供不应求 旅行工会决定和台铁签约 采用加挂车厢的方式包车 以免往来东台湾的本地旅客 订不到火车票 记得综合报道